大家早晨 昨天港股出現了預期中的即市回套 我會在昨天將三分一至一半 我建議大家的好倉平了套利之後 在低位補回的 那怎樣會在港股短策攻略裏 跟大家講解的策略 今天的港股市前分析 講題是比亞迪股份 剛剛前日公佈了業績 1211短期是否轉了勢 這要講轉勢當然是全好 比亞迪股份 圖表分析 陰陽足 日線圖 這裏有一條上升劏道很窄 在前日已經升破了 收市位計都是 再前日升破 收市過不了 昨日明顯收了上邊 我們叫做往上突破成功了 平均線圈的分析形勢 就是顯著利淡 只不過是一個反彈 平均線圈的分析形勢 五天線 五天線低於二天線 二天線低於五十天線 這些叫做全面利淡的形勢 好在股價又升 升破了兩條線 估計這些情況 退到第三條線 五十天平均線附近 就會很大阻力 能否再升 就視乎五天平均線 可不可以升破二十天平均線 到時和五十天平均線 會不會又產生一個很強力的支持 這就決定後市再不再升 昨日有個裂口上升 連續升三個交易 連續兩個交易是楊竹 是不是楊竹 沒錯是楊竹 暫時都不錯 成交還要增加了一點 是支持它繼續升 只不過暫時 昨天高位248.6 有些阻力而已 OBV升了這裏 就未過到這個高位 所以就不要這麼大貪 想說過288.6 我看600元那些 400元、600元那些 還有的 我們看看負座分析指標DMI 正DI是低於負DI 但有個好處就是 ADX在兩紅線上 如何開始升勢放緩 如果你一看到明顯 一掉頭落 就確認這個低位 就是短期最重要的支持位 後市可以看 再升 再升多少呢 我們看看 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指數如果是高於普及加通道中途 高於SAL RSI、STC、MACD 剛剛發出了 銀岸馬俊 所以 五個主要技術分析指標 全部來好的 即是短期形勢顯著向好 給一隻股份 短期形勢顯著向好 有利再升 看看SAL SAL極點高位 在拜前日 星期一 是見過236元 跟著一天收視位 已經高於236元 是237.8元 所以星期一的低位 224元 是新的短期重要支持位 就不需要再看 8月22日的低位 214.6元 即短線投機的話 你的指贊位 指涉位 都應該由214.6元 推上去 224元 這樣就推上去 還有什麼支持呢 還有個支持 當然是看 在這支楊竹的新區中間位 即是桂湖228元 加237元 三桂湖主義 即是當日的最高最低位 就是這個中間位 再升高一點 我們就看這個 上升列口的下方 240元 再升高一點 看它上方 就是243元 一級一級 推到指示位 指殘位上去 視於看到多少呢 那又要讀一讀 上個神奇數字 就是計一計 很明顯這個跌落 我們大膽一點 假設 由280.6元 8月1號高位 跌到下去 8月22號低位 剛才提到的 214元 214.6元 不是 214.6元 但是 原來現在已經到了0.5倍量度 升風目標 所以下一位很重要 很重要的位置 一定是這個下跌熱口 保不保得到 以及這個位置 就算保完之後 是255.39元 大家記住 255.39元 就是短期升浪的 最重要的阻力位 看看過不過了 希望站在上面 後市才挑戰 消化一輪 挑戰280.6元 的短期 另一個更重要的阻力位 是